這個居民的這個專業水準的確很高啦 更多的意見啦 不過的確有幾個事情我覺得要 可能要再說清楚啦 第一個就是這個博德開發的這個 他來的今天的這個陳情書 那這個我想應該是法務局那邊 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可能不是社會局 我講的幾點 因為他是認為仲裁的部分 其實是高等行政法院有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是怎樣 這是法律專業 我建議是法務局要把他這個事情搞清楚 第二個部分就是 可能這個案子沒有說得非常清楚啦 這個發展局跟他媒體 大家都想到八十項是什麼巴尼路 其實大道路跟這條項 這兩個都是15公尺的道路 所以照正常的話 你的前後院一定是用面臨15公尺 所以不會是這樣子的 一定是這樣子的一個部分嘛 所以這第二個 其實兩邊是面臨15公尺的道路 那這個八米路其實是側向 第三個部分我不知道 今天因為可能你們把 只是想要變更這個部分的東西 我們叫做這個整體規劃 然後分期執行嘛 那我知道現在有個捷運 那個東延線想要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是將來的事情 因為那個東延線還沒那麼快 福德路反正在下面這一帶啦 還沒那麼快 可是如果說我們這個通通等那個部分 那有好多年 那台北市現在已經多少年輕人 我想在座很多的居民也是一樣啦 自己的小孩都買不起房子 然後要成家 要什麼不敢成家等等 造成很大的問題 所以先蓋住宅沒有什麼不對 可是現在到底要蓋多少 因為我看這邊是說 當然有人提到會蓋什麼二十幾層三十層 可是這邊呢 如果是造建幣容積四十四百的話 大概就是十一層跟十二層吧 大概只會大概到十二層 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建幣容積力是兩 所以就是你要綠地很大 你就建幣率所小變成二十 建幣率二十的話 當然就會蓋到二十幾層樓 就這個部分可能要說清楚啦 第三個部分就是 到底那個每戶要多大 不是一千五百戶的問題 而是每戶 我剛剛算了一下 如果造容積的話 純容積是平均 因為二點九公斤 一千五百戶的話 每戶差不多七十七平方公尺 那是我們都市計劃的容積的 我想現在那個民間蓋房子 再加上那些虛平的話 最少加個百分之十幾二十 就是每戶三十坪 我們這邊要準備蓋 每戶三十坪的公民住宅嗎 我不清楚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沒有講 那這個 所以這些部分 可能都要先有一個澄清 那至於還有一個斷層 因為你今天畫的是一個整個藍 所以大家會覺得 哇整個房子是這樣 其實不是嘛 那這個我想剛剛有一位這個 好像是廖先生還是 他這個畫得很清楚 有那個斷層的 什麼破碎的東西 廖先生 那那個 其實老實講 這個斷層不是光這個區啦 是整條帶 斷層帶 經過這個地方啦 這個地區 所以整個地區 都是在斷層帶上 那當然斷層帶也沒那麼可怕 可是你要避開這個斷層 所以羅先生提供的資料 是很好的啦 就是說 你如果退縮五十公尺以上 我們如果假如 因為今天 我不知道三科 有沒有一個模擬的東西 我說明 如果只是蓋四十四百 我真的說明 北邊可以退 避開斷層帶 那你會變成多一個 五十公尺的 一個帶上的公民 五十公尺很寬 像這些東西 可能好像都沒有 把這個事情提一下 那我是覺得 說不定這些 就是溝通的問題啦 假如把這些事情 溝通完了以後 其實這個中間的差距 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居民 並不是反對公營住宅 而且如果各位看到 現在台北市 幾個新蓋好的公營住宅 老實講 那個房屋的品質 比這些老舊的房子 的品質還要高啦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 好像 這個是不是 來說明清楚 那這樣的話 大家比較不會造成 一些 這個 誤解 我覺得是應該 這個部分 可能是要溝通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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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